近日围绕俄乌局势的持续发酵 俄与北约都做出了一系列动作 14号 北约召开新一文防长会 商讨对乌军援 在原屋武器问题上 北约内部如今面临哪些考验 俄与北约接下来还将就俄乌问题 如何展开博弈 相关问题一起来听 本台特约评论员 滕建群先生的分析 在俄宋爆发一周年前夕 北约防长举行新一轮的会议 我觉得目的有二 第一个就是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我们看到最近两个月 有关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 坦克装甲车辆 其实正在讨论要不要向乌克兰提供 喷起战斗机 同时我们看到北约内部 也出现了弹药紧缺的挑战 知道他被革命处长日前也宣布 那么北约很多国家的弹药库已经告庆 特别是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炮弹等方面 出现了紧缺的现象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怎么样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特别是包括炮弹在内的一些军用物资 就成了北约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英国等国现在提出来要在乌克兰建立军工厂 一方面生产枪子弹药 另外一方面对于故障的或者战省的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 进行就地的维修 而现在来说的话 北约制式的装备往往是要拉到波兰等国进行维修保养 再重新投入到战场上 所以现在北约正在考虑要不要在乌克兰建立军工厂的问题 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 就是加大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或者继续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要协调北约内部的政策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北约现在已经完全被美国所掌控 美国现在带着北约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不断地显示它的军事能力 那么这显然需要统一相关的政策 而这个北约本身来说的话 30个成员国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也有各自的想法 所以在俄乌冲突处在一个非常关键时期 那么北约召开防长会议 目的有二 第一个就是要协调对乌军事援助的方方面面的安排 第二方面就是要强调北约内部的政策的协调一致性 但是不管怎么说 北约其实已经间接的参与到了欧冲当中 那么对于乌克兰也好 对俄罗斯也好 这场冲突已经不简单的 是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而且更多的在很多北约国家来看的话 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最后的对决 那么从北约来说的话 包括北约秘书长反复强调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冲突 所以北约在美国带领下的话 一定会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那么都要把这项冲突延续下去 以拖垮俄罗斯作为最后的目标